史上最强服地魔 弟弟要一个亿的零花钱 他给 弟弟要金子做的皇冠 他也给 哪怕是弟弟要他的人头当球梯 雷吉娜也会毫不犹豫地送给他 可是长大后的弟弟竟变成了一个混球 不仅把上万亿的家产全部败光 父亲也因为他莫名惨死 整个阿佩尔帝国更是惨遭亡国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公主雷吉娜的未婚夫 如今战场上只剩下雷吉娜一人 她近乎绝望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那个所谓的未婚夫摧毁了他的遗弃 现在进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劝自己投降 此刻的雷吉娜怒火中烧 你这个叛徒给我听好了 想让我投降做梦去吧 雷吉娜清楚地明白 现在他是阿佩尔仅存的一个皇族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而那个唯一的弟弟 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任人宰割的冤种 直到弟弟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也没有逃脱沦为未婚夫妻子的恶劣 崩溃的雷吉娜几乎是怒吼着 你为何不杀我 但此刻那男人竟表现得异常冷漠 我就是要你亲眼见证帝国的灭亡 如此很多的话让雷吉娜不由地打寒战 他这才发现那个巫师的存在 看着巫师那红色和意味深长的眼神 雷吉娜心中的一团终于解开 当时在弟弟的生日宴上 父皇遭人暗杀 因为那时候父亲只有手背受了一点小伤 所有的人都以为刺客计划失败 没有想到刺客的刀上会有特殊的毒药 那种剧毒号称魔女之类 是用古代咒术制作而成 但因为咒术和魔女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不复存在 那些用来解除咒术的方法也随之消失 以至于一旦有人中了这种剧毒 便回天法术 毒药的功效权在制毒人的一念之间 如今制毒的巫师就在眼前 雷吉娜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 可巫师对她却一脸的藐视 就算你都知道了又能改变什么呢 说话间她的未婚夫 只简单打了个手势 周围的士兵便开始一步步逼近雷吉娜 她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 贵为公主她早有准备 只见她的嘴角突然爬上一抹笑 一个闪闪发光的红色宝石出现在她的手中 巫师见状顿时大惊失色 那可是初代皇帝的遗物 只要以命为代价 向这颗红宝石许愿就能如愿以偿 事到如今 雷吉娜拿起锋利的剑刃 无比坚定地刺向自己的喉咙 巫师想尽一切办法阻谋 但还是晚了一步 红色宝石带着雷吉娜的意识 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说吧你的愿望是什么 雷吉娜喃喃道 我想弥补之前的过世 但初代皇帝的神势不是很明白 雷吉娜只好解释 我没能让弟弟泰勒走上正道 如果当初泰勒没有改变 继续混账地生活下去 那么他或许就不会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那么至少他现在还会活着 可还没等雷吉娜说完 宝石就开始逆转时间 还承诺雷吉娜一定会实现他的愿望 雷吉娜猛然意识到宝石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他大声喊着再等一等 可已经来不及了 周围已经开始出现弟弟那魂球的模样 宝石散发的光芒也愈发铁灿 等雷吉娜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是被侍女喊醒的 侍女贴心地给他端来了香喷喷的茶水 雷吉娜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 闭口也没有喝 侍女们还以为是茶水不对公主的胃口 好在雷吉娜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赶忙拿起杯子开始饮用 解释自己刚才只是在想别的事情 四天边的浮云 可经历过那些惨痛的过往 他终于认清自己的位置 他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身为皇室的成员 他有义务必须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 他还要阻止刺客暗杀父亲 他还要处置那些叛奴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见一见那个魂球弟弟 雷吉娜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 当年母亲生下弟弟的场景 因为母亲本就身体虚弱 所以在生下弟弟后便彻底撒手人寰 而自始至终母亲的身边只有自己一个亲人 他那高高在上的父皇 也因为顾及帝国的律法 一直没有进产房见母亲最后一年 母亲就那样脸色苍白的永远睡着了 而父亲却把所有的悔恨发泄在雷吉娜身上 是你这个灾心恪死了我心爱的妻子 他似乎忘记了 那时的雷吉娜也是刚刚没了母亲的可怜孩子 而那也是雷吉娜第一次看到父亲发梦 好在父亲对弟弟是温柔的 父亲对待弟弟是那样的小心翼翼 却唯独没有看到雷吉娜肆意奔放的泪水 或许在父亲是把对母亲的亏欠 都转化成了对弟弟的爱 但久而久之那没有原则的爱 对弟弟成了纵容 泰勒渐渐长成了名副其实的混淆 但就在雷吉娜十二岁那年 父亲突然正式召见了他 谁知就在雷吉娜万分激动之时 父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竟是要让他订婚 无助的他想祈求父亲放弃婚约 但换来的却是父亲冰冷的警告 你我的关系只是君臣不是父女 于是在万分不甘中 他见到了父亲安排的未婚夫 对方是斯贝格家族的赫尔曼 也是帝国两大公爵家族之一 但是这个家族向来就和皇帝势不两立 毫无疑问 这是父亲刻意而为的政治联姻 由于雷吉娜当时年龄太小 他甚至根本没有时间 想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那时候他满脑子 都是关于弟弟闯祸的事 泰勒因为在学院中横行霸道 被迫提前毕业回家 可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得知消息的雷吉娜自然很是担心 他就在弟弟的床前守了整整一夜 终于泰勒重新睁开了眼睛 但醒来后他却性格大变 不仅跟姐姐道歉 还懂事的让人心疼 雷吉娜现在回想起来 真觉得当时的自己天真的可爱 他竟然相信一个人 在一夜之间就会彻底改变 虽然他当时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但他更愿意相信是泰勒长大 直到他发现泰勒越来越不对劲 甚至在最后的时候 变成了帝国第一大冤主 被骗子搞得散尽帝国财产 雷吉娜曾苦口婆心 劝告弟弟行一行 却被泰勒狠狠狠地推向一边 渐渐的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但当雷吉娜发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父亲会在弟弟十七岁生日的时候 暴毙而亡 而雷吉娜更是连伤心的机会都没有 就代替未成年的弟弟 带上了摄政皇冠 从此他夜夜不能安睡 熬夜处理一件件棘手的国事 每当他累得喘不过气来时 雷吉娜就好想念父亲 他真的想不明白 原本那样生龙活虎的一个人 竟然会走得这么突然 可即便他忙得焦头烂门 他那个未婚夫非但没有帮助他 甚至还有了别的女人 然而就是在如此特殊的时刻 他还要不停地给弟弟收拾各种烂摊子 雷吉娜本以为再忍一忍就会好 谁知当弟弟真正成人那一天 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把王冠带到弟弟头上 自己的未婚夫却硬生生砍下了泰勒的头颅 从此雷吉娜失去了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他难以置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但赫尔曼那凶狠的眼神在告诉他 属于雷吉娜的国和家毁灭了 如今雷吉娜带着记忆重回15岁 他一定要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管好泰勒 这时是女长突然走过来跟他打招 他终于又看到小主人微笑了 这也让是女与那长舒一口气 他家的公主殿下心情终于好点了 看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 雷吉娜很感动 他不禁想起上一世发生叛乱事 大家都为他奋不顾身 这一次换他来守护大家 雷吉娜突然很想听听苦人的意见 到底怎么做才能搞定一个魂球 可还没等别人回答 雷吉娜就自言自语道 那就是成为一个比魂球还魂球的人 而雷吉娜要成为一个为爱疯狂的小混混 作为一直乖巧懂事的老好人 想要突然变成一个魂球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最好的参照就在眼前 吃个饭都不安分的魂球弟弟 正是雷吉娜最好的观察对象 他将自己观察到弟弟那些魂球的行为 全部记录了下来 作为魂球要足够目中无人 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考虑后果 而且魂球的欲望是一个无敌 他刚总结完如何成为一个魂球 那个肆意妄为的魂球弟弟 就闯进了他的房间身手 向他讨要他刚得到的好东西 对于这个意义 雷吉娜县礼后宾告诉他 不应该随意进入姐姐的房间 但作为魂球的弟弟 才没有管姐姐的话 少废话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依然很不礼貌的要抢雷吉娜的东西 小霸王泰勒还觉得姐姐 是上一世那个哭哭啼啼的老好人 最近他发现雷吉娜对自己的态度大变后 刻意前来敲打雷吉娜 让他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然而泰勒的那些毫无教养的话 让雷吉娜对魂球弟弟再次做出总结 魂球喜欢为所欲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脑子里根本不存在后悔两次 然后他马上做出了时间 随手提起自己的椅子 扔向了泰勒这个魂球 效果拔去 不仅泰勒看了自己就怕 还让皇帝照见了自己 以前想要见父亲一面难如登天 可现在呢 只要打了他最疼爱的儿子 马上就能见到他 皇帝想知道雷吉娜 为什么会向泰勒扔椅子 吉娜没有一丝害怕笑着回答 因为当时手边刚好有一把椅子 但事实上对于这个横行霸道的弟弟 吉娜更想扔桌子 但是因为桌子太重了 他没抬起来 对于这个回答 国王回复吉娜在达菲所问 吉娜当然知道自己在达菲所问 毕竟这个问题真正含义是 泰勒横行霸道很久了 为什么他现在才还手 前世的他看到国王就会害怕 而现在看到这个是自己父亲的国王 就是一度走 明忽略自己的女儿 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戚图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泰勒不是个东西 明为什么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国王的回答 让他的心更痛 就是因为弟弟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他觉得很可怜 可女孩呢 同样失去了母亲 还要承受父亲的怨恨 连弟弟的生活都要照顾 谁来可怜可怜他 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这个才是事实 父亲明明可以违背当年帝国的律法 去产房看自己的妻子 但是他没有 因为国王要遵守国家律法 吉娜不蒙拜 明明他贵为国王律法都是他定下的 为什么不废置 宁愿选择怨恨自己 也不愿陪母亲最后一刻 被吉娜戳到了内心最深处的痛楚后 国王终于知道自己的女儿内心也很痛迷 让国王知道了自己想法后 吉娜准备离开 他不愿意继承这个国家 但是会做到帮自己的帝度作往皇位 然后他就远走高飞 看女儿要走 国王伸出了首相挽留 吉娜也终于有机会说出了 那句国王送给自己的话 您和我现在不是父女 而是君臣 国王很后悔 好像又失去了非常珍贵的东西 他的女儿不再需要爸爸了 接下来吉娜要去学见 亚伦贝塔因是第二公爵辅 贝塔因公爵家的次子 也是这次来教剑术的剑术老师 听到亚伦被女孩求情 但屡屡拒绝一事 吉娜想到了自己要做的事之一 摆脱面瘫未婚夫 身边的侍女和自己一直说亚伦哪里好 正好看看这个天下第一个美男长什么样 而自己也要学习怎么做个大问 初见时 雷吉娜看花了眼 她活了两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孩 红红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宝石般耀眼 迎着阳光而来 时间万物都不及她一丝一吼 这样的美男丹西跪在她面前 向她请安 雷吉娜不由自主地捂住嘴 生怕势力的话会从嘴里冒出来 从颜值到李仪甚至是声音 只一眼雷吉娜几乎敲定了 亚伦太适合用来打脸渣男了 可对方的一切行为都很有礼 但也尽显疏远 这让雷吉娜有些手足无措 但是前世的仇恨她不能忘 只有摆脱了未婚夫 才能避转局势 所以亚伦必须得拿下 雷吉娜重新打起精神 拿出刚学的混混气势 下课后 我有话对你说 亚伦呆呆地说好 一向不善言辞的她 不管公主说什么她都说好 此时的雷吉娜还在感叹对方真是好天 许久没等到弟弟 雷吉娜独自一人面对亚伦都要尴尬死了 于是找个理由去找弟弟 刚走出拐角处 便看到弟弟眼角泛火 固执地盯着地上两人 看到她的那一刻 雷吉娜就能感觉到新娘了 这个孩子并不像表面那么混淆 其实内心还是很软弱 她大步越过两人 两个侍从吊在她腿上大喊救命 因为他们知道公主是个老好人 只要拼命喊救命就会避免惩罚 原来侍从议论泰勒克死妈妈的传闻 被弟弟听见 虽然皇帝宣布对散步谣言论人 将严格追究罪责 但谣言比风传播的还快 前世他一味地让弟弟忍耐 没有想到泰勒的心情 但是现在他要杀鸡警猴 犯了死罪就得死 泰勒被姐姐的话吓得瞪大了双眼 本以为姐姐会像以前一样安抚他 却被他意想不到的反应吓了一跳 随后雷吉娜又找出弟弟的侍卫 被点名的红发侍卫不自在地从柱子后探出头 雷吉娜从他现在的笑脸来看 显然也是脑子不够用的 于是准备拿他开刀 你的主人受到了侮辱 可你却静静地站着笑 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从没见公主发过脾气 杰西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吓得扑通跪在地上 看着地上求饶的几人 雷吉娜发现了他制定的计划不足之处 以为只要阻止弟弟改过自新就行了 却忘了成为暴君 也得具备分辨是非的 成为暴君之前 要先成为一个能干的小混混 求饶都求错了 要你们还有什么用 三人立马掉头跪向呆愣在一旁的泰勒 而泰勒明显没有做这种事的经验 阿佩尔见状抬起他的下巴 泰勒你可是皇子 无理取闹并不能让人理解你遭遇的不公平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记得抬头挺凶 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后 依法论处就行了 不过就因为这点小事 你就耽误了和姐姐的建树课 这就另当别论了 于是阿佩尔把泰勒连同他的护卫胖揍了一顿 这才把他送到训练场上 在练完建树后 阿佩尔早早来到代客厅 亚伦顾酒后也应约过来了 果然跟这个人闲聊一如既往的尴尬 阿佩尔也不再拐弯抹脚 我想和赫尔曼解除婚约 所以我们协议恋爱吧 你摆脱你的帝国小姐 我摆脱我那该死的未婚夫 怎料男人是个二憨憨 对他提出的条件不满意 没办法 雷吉娜只能缓缓站起身 在亚伦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轻轻勾起他的下巴 用极其顽劣的语气命令他 跟我谈恋爱 在空气凝固七七四十九小时后 亚伦终于选择服从 但他很好奇公主接下来的计划 不自觉出口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想订婚 但订婚不代表会结婚 因为他不会毁动亚伦的人生 他有个沉重的累赘 绝不会让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跟他一起分担 而亚伦也只是让他牢牢记住 这一切都是假的 雷吉娜欣然接受 因为他也绝不会爱上亚伦 而在那天之后 他先是给未婚夫写了封信 通知他这次弟弟的生日宴 自己会找别人一起去 接着又给与那弟的另一封信 让他前往贝塔因公居府通知 自己今日就会登门拜访 女娜瞬间亚马呆住 侍女长也瞬间气得不行 毕竟谁会给别人送预告戏 说自己当天就会登门拜访 可雷吉娜却不见期待起来 而前往贝塔因的目的也不是亚伦 而是公爵夫人花园里种着的嘎尼兰花 前世在泰勒生日宴上发生过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喝得烂醉的泰勒五件 伤了很多士兵 第二件就是有人趁乱试图暗杀皇帝 最后用带毒的剑划破了皇帝的守卫 虽然前世发现事已不为时以往 但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制作解药的方法 所以这次 他一定要阻止凶手的毒杀阴谋 但下马车的那一刻 他恍惚了 因为来人不是亚伦 而是他的哥哥齐斯利 但不管怎 先给他留个好印象最重要 前世蓬佩的场景莉莉在目 可第二天他却死在了赫尔曼手里 所以这一事 他说什么也要把贝塔因公爵府的人 都拉拢到他的阵营里来 见他眼神迷离 齐斯利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雷吉娜只是在庆幸 因为齐斯利亲自出来迎接他 而你也不要太紧张 我过来只是要取一些东西 齐斯利表示只要是公主的一句话 什么东西他都能给送过去 但雷吉娜觉得有些冒昧 毕竟那样做会破坏公爵夫人的后花园 此时屋外传来敲门声 下一秒雷吉娜却老脸一红 趁衣敞开是要勾引谁 一不小心就闯进了他的心吧 他的沉默震耳欲聋 你知不知道就算是在家里 穿成这样到处晃游也是一种罪物 亚伦却疑惑得挠挠头 意识到不对劲 他向真心的倾核几声 顺便把话题转移 再次提出要一些达尼兰花 齐斯利又强调了一遍可以 公主却要让弟弟给他带路 他想安排下人过去搬花 两人却直接将他无视 而最紧张的其实是雷吉娜 从刚才到现在 他的心情依旧无法平复 谁让他看到了那一幕 直到抵达了后花园 心情终于缓和不少 确定周围不再有人后 雷吉娜提起早上那封信 内容是两天后的计划 在泰勒的生日宴上 是他们经验亮相 震惊所有人的好时机 等到泰勒和他卫夫起到啊 亚伦就去邀请他跳舞 借助他们的主动 曾经受给他们所有人的好奇心 公主对正台卫夫夫不有之情 而是找到变塔因三的刺激 他的自尊心肯定会受到伤害 雷吉娜也如如 顺势提出几句奔约 脑中全是剧 脚下去突然踩光 将要倒下的一瞬间 一只手稳稳拖了他的后腰 两人急得干凑了 以为要亲上 他下意识闭上眼睛 一句变下你没事 又把他强行拉回现实 小奶狗不经意地关心 让他的心脏都快要暴 就连脑窍子都不拥弄了 但他的这副主力 真的不想让别人看见 所以你先进来 看出他不太好 亚伦坚持要把他扶起 雷吉娜对刚才的行为感动抱歉 但亚伦已经对此见怪不怪 不过你还是忘了刚才那幕吧 想再继续说刚才那件事 但亚伦靠谱让人感到离 已经完全把刘虫 凝聘于心 雷吉娜莫名颠落不起 心想这件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组织不出去 可即便这 如今的一切都和前世完全不 是个好道理 所以现在该是办正事的时候 他告诉亚伦 这里有葫花坡和小产 亚伦却有点想 是要我们动手吗 他一脸期待 那么就拜托你 为了拯救家人 女孩决定不再隐藏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 在众人面前展现 自己真正的实力 他要制作出解毒的汤药 阻止皇帝 在一次死的魔女之类手中 雷吉娜的眼中满是坚硬 熟练的刀工 更是快地让人大吃一惊 但厨师长却被吓得阴阴阴 看见高端的食材网锅里倒 他连忙提醒公主 达尼兰花跟筋味道很 并不适合食用 但雷吉娜依然自不自地搅拌起来 虽然达尼兰花的跟筋 可要命 但爸爸和弟弟的狗命最重要 想来也真是奇怪 魔女之类竟然不会对女性 有任何危害 难道是因为是魔女制成的吗 虽然他对解药有些了解 但毕竟没有亲身实践 心中还是没底 不过无所谓 反正这个也不是自己喝的 而听到是为陛下和泰勒准备时 侍女赛马冒起了冷汗 如果不是用银制餐具成证 任何人看了这黏糊糊的东西 肯定都会认为是毒药 而雷吉娜刚把解药倒进府里 皇帝贴身侍从就来禀报 现在已经到了早餐时间 最后在大家的支持下 雷吉娜哼着小曲就往餐厅走 终于见到的女儿的老父亲满脸激动 却在看到满满的一碗不明涅体 父子两人瞬间压麻呆住 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但雷吉娜却说这个身体很好 最好趁热喝掉 老父亲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他不想再让雷吉娜失望 况且这应该死不了人 经过一番自我过后 他猛地端起汤药往嘴里灌 味道真的很奇怪 舌头酥酥麻麻的感觉快要烂掉 而正在看热闹的泰勒也被姐姐抓个正着 雷吉娜瞬间闪现到他面前 在碗里倒了满满的一碗汤药 温柔地叮嘱他快喝 而泰勒却选择了宁死不屈 毕竟就算没喝下 他也能想象到这会是什么味道 所以泰勒毫不犹豫地往门外冲 只给姐姐留下一个调皮的鬼脸 而雷吉娜也没有选择所 毕竟待会他会去亲自吐味 所以他再次转头看向老父亲 好心提醒他一句 汤药凉了会更难喝 随便强调彩虹叶体是自己大清早就精心制作的 老父亲瞬间原地实话 所以他起身就要走 顺带提醒脸色贼差的老父亲 第二天会让侍女赛马把汤药送来 相信明肯定会像今天一样喝完 在弟弟生日宴上 妇女三人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 而在得到姐姐的祝福后 身为主人公的泰勒就携手未婚妻跳了指开场舞 抒情的音乐从四面八方传来 他们就像是两只翩翩七五的蝴蝶 优美的舞姿也让在场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而雷吉娜却默默对格莱特说了声对不起 因为他的未婚术注定会成为一个红球 但雷吉娜会为他准备一根泰勒专用棍 原本他今天也打算把棍子打染 但却被赛马搬幕扣死 无奈的他在看向赛马的同时 也注意到了骑士们离皇帝太隐 前世毒杀皇帝的阴谋之所以差点成功 就是因为皇家护卫骑士不在身边 当时刺客伪装成是从 在最后一首曲子快要结束时出现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雷吉娜没能看清那人面貌 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次他定能阻止事情发生 那当泰勒跳完第一支舞 亚伦也悄然来到了身旁 一句殿下名口 直接把他看待了 小鹿乱撞又是怎么回事 和亚伦却只是稍加打 并没有竭尽全力 雷吉娜当场非礼 但也庆幸他没有精心打扮 不然说不准自己会当场分掉 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支舞 在灯光的映照下 袖口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吸引来了德加小姐的目光 雷吉娜脸上火拉拉 同时也忍不住好奇 父母的爱情故事都传遍了帝国 可亚伦却连练爱都不想谈 只想像叔叔艾基那样 镇守东部边境 但在前世的某个初夏 艾基死在了瓢泼大雨中 后来亚伦继承了他的爵位 可不久后也死在了战场中 等等 那个夏天不就是今年吗 他一世慌了神 连忙询问艾基什么时候回边境 得到的确是次日起程 于是雷吉娜心中升起一个计划 他要阻止了艾基的死亡 以订婚的名义 把亚伦牢牢拴在首都 只有他们两个活着 才能维持被坦英的战备力量 这对反抗斯贝格有很大帮助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阻止艾基明天离开首都 很快第二支舞曲也结束 雷吉娜由衷夸了句亚伦很帅 可他却不小心笑出了声 引格雷吉娜面红羞涩想逃跑 不行啊 他的小心脏受不了意 艰难转过身缓解 要镇定一点 再次艰难转过身 很抱歉 让你看到我不看的样子 战略性的起回座位 毕生雷吉娜殿下 却把他吓在了原地 因为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世毁掉他幸福了 赫尔曼斯贝格 还带来了传闻中的别人 雷吉娜气得牙痒痒 想当场救赶了他 但不是因为出轨 而是因为复仇 上一世他亲眼目睹了 弟弟惨死画面 罪魁过手却跑来他面前叫嚣 还一本正经说担心他 呵 不知道你的话 是不是真心的 我怎么敢在殿下面前说谎呢 巧说如狂的叛贼 雷吉娜恨不得立马杀了他 却在此时突然注意到一个身影 终于见到你 斯贝格的巫师阿奈塔 虽然只比现在的雷吉娜大一岁 但却可以操控数十个人的巫师 可区区边陲自觉府的独生女 又怎会拥有这种力量 刚开始雷吉娜也只是以为 她是赫尔曼的地下情人 她不禁感到头皮发麻 阿奈塔的咒术跟洗脑差不多 可以随意操控别人的想法 一旦中了她的咒术 就会无意识地背叛自己的主 朋友 包括恋人 并且不会让人察觉到异常 因为周围的人不会认为 当事人中了咒术 而是会以为其心境发生了改变 并且她已经完全不似 被格公爵府当成了自己的靠山 但她的身份可能完全是假的 雷吉娜想借机试探一下 赫尔曼却直接把她布在身后 紧紧贴着的衣袖 还有充满挑衅的目光 她无语了 怎么 是怕我会对她做什么吗 赫尔曼以阿奈塔不熟悉礼法 为由替她辩解 雷吉娜却笑出了声 听说她在公爵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怎么连最基本的流法都没学会 你这样紧张她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在逼迫这位可怜的小姐 雷吉娜的语气愈发英语 在前世的最后一刻 赫尔曼也是这样勇冰冰的看着她 指甲不自觉嵌入肉里 却被一只温暖的大手孵化开 在亚伦的提醒下她才注意到 不知何时 他们已然成了重视之地 亚伦连忙带她离开现场 但八卦声却只增不减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因为更加烈的还在后头 为了改写前世命运 男人却一脸淡定 因为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不过没事 毕竟相对于自己而言 亚伦觉得公主应该担心的是他自己 但千言万语最终也只是化作了一句 殿下 您很坚强 雷吉娜会心一笑 亚伦却不知为何产生了异样情绪 急忙捂住了发泡的你 然而就在此时 侍从却匆匆来不见 殿下 害得殿下她 雷吉娜脸色瞬间阴沉 快带我去找她 先跟亚伦说声对不起 随即行走速度立马飙上八百码 通到百事狼藉的现场 准地戏在一旁独自哭泣 弟弟却在面前大喊大叫 雷吉娜头都大 这是他想要的魂球 虽然但是 他还是觉得很疯狂 于是冷冰冰喊出他的名字 上一秒还很嚣张的魂球 下一秒立马变身小耸包 眼睛挑户不定 似乎是在寻找 幸好太太不在 但满脸微笑的姐夫 还是让她好慌张 说话多不自觉接吧 不是 谁让她拦着我 你现在是未成员 于是不顾一切逃离现场 居然又让她跑 松了一口气后 她立马转头看向众人 温柔地询问 你们刚刚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殿下 您真的太厉害了 雷吉娜暗自窃喜 原来这就是权力的滋味 但同时也在警觉 因为音乐已经播放到了最后一声 也就是说 刺客快要动手了 雷吉娜仔细观察四周 发现亚伦距离皇帝很远 赫尔曼却不知所踪 是留下了阿奈塔一人 然而女孩却突然转过头来 大喊着让她走开 而事情败露的刺客 则认为是雷吉娜破坏的计划 于是气急败坏朝她次来 可身经百战的雷吉娜又怎会害怕 一个漂亮的闪躲 加上随手抓到的一张凳子 直接把刺客吓尿 凳子距离越来越近 只听咔嚓一声 凳子在皇帝面前裂成了脸半 看着昏剧过去的刺客 雷吉娜才后知后觉 是不是大汗 不过效果还挺好 所有的目光都已经汇集过了 时机终于到 她笑得像个疯子 网代人身上重重一彩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随即看向惊慌失措的皇帝 陛下 我要毁婚 不久便跟皇帝到了书房 里面只有沉默无言的妇女俩 看到皇帝那么震惊 雷吉娜不禁疑惑 这是被刺客吓到 还是被自己说要毁婚吓到 正当她思索时 一道颤抖的声音传入耳朵 你为什么要这么鲁莽 雷吉娜以为她指的是毁婚 可皇帝突然怒吼 不是这件事 雷吉娜捉目不透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皇帝不会把刺客偷袭 怪罪到她的身上吧 于是她干脆把话谈 不知道您会发这么大 如果我有什么错 还请您明示 我会向您道歉 和老父亲却略显头疼 雷吉娜 我想说的是 你为什么要自己过去阻拦刺客 雷吉娜委屈急了 自己跟兵救了她 她却要冲自己大吼大叫 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把匕首马上就要刺到陛下 难道我要在那种紧急关头 躲到一边吗 可皇帝却突然拍桌跳起 说了一堆关心的话 雷吉娜瞬间压麻呆住 这么说陛下之所以发唬 全是因为担心我 皇帝失重般瘫坐在沙发上 世上哪有父亲不担心自己的女儿 文言雷吉娜却有点不知所措 却仍旧小声嘀咕着 寻常人家的确如此 但您是陛下 对陛下来说 您是没有女儿的 不管我怎么努力 您都没有把我当成是您的孩子 难道不是吗 皇帝心里咯噔一声 却仍旧狡辩着说 你就是我的女儿 咯咯咯的笑声回荡在书房 您现在才说这些不合适吧 曾经他以为父亲只是有点变 他以为有机会可以忘 可最终得到的却只有失望 他现在真的累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 我就先退下了 关上了沉重的大门 却在走廊瞧见熟悉身影 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亚伦大人你好啊 男人却突然凑到他面前 询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雷吉娜只好粗略说一遍 注意到他的闪躲 亚伦直接握住了他的手 宴会的警卫太松懈了 你以后都不要撇下我了 雷吉娜扑斥一笑 以后就算你撇下我不管 我都会跟着你 所以不用担心 亚伦说要送他回去 雷吉娜便自觉挽住了他的手 就连眼里都冒出了心血 不知从何时开始 他总是想把这个笑容占为己有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阿奈塔望着夜空正正出神 刺杀计划的失败 公主的突然悔婚 她有点不一样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赫尔曼眼神空洞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搞清楚的 爱迪娜 女孩停顿片刻 泛起红光的手指在她头上轻点 男人周身萦绕紫色雾气 女孩却突然揪住她的衣袖 你去打听一下 公主为什么不一样了 随即又把玩起她的头发 不要让我对你失望 知道了吗 如果你像那个男人一样 让我失望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大发雷霆 男人懂事的点点头 女孩头却也不回得走 可在此之后 男人空洞的眼睛中 却突然出现了一丝神采 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 却被姐姐硬生生揍呼了 他颤颤巍巍的向骑士求助 但远在门外的杰西 也已经自身难保 因为他对上了 实力最强的约翰 淑女大人 你还是放弃 杰西瞬间破防 小时候女装的事情败露 现在不仅殿下能叫她淑女 就连是女们也开始这样叫 但明明都是朋友 你怎么能搞偷偷被刺 泰勒的求救声越来越大 杰西感觉小命要不保 苦苦哀求着约翰 快放我进去吧 约翰却咧嘴一笑 我们的殿下难道会伤害 自己的亲弟弟 他想到一个妙计 我奉公主之命把你拦在这里 这样一来泰勒殿下 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天秤突然轰然坍塌 是啊 累积那殿下 怎么会伤害自己的亲弟弟 直到一个小时过去 杰西跟随大部队进入练武场 看到被打趴下的泰勒 杰西躲在亚伦后面偷瞄 却突然被赏了一个飞踢 然而这只是两人的背景板 上一秒还凶声恶煞的姐姐 此刻却完全换了个人 不仅花费十一给亚伦 准备美容养盐茶 还要让他拿回去 是哪里人多走哪里 好展示美男子属于自己 但亚伦却有一律 我在想会有几个人 盯着我手里的领悟 而不是我的脸 千里外的赛马 忽然有点冷 这个恋爱脑 真的是他们的公主殿下吗 累积那本想今天去见陛下 请求皇帝让艾基晚点回边境 怎料皇帝因为昨天的事 大受打击 今天一整天都在拒绝见他 于是他只能向艾伦旁敲 侧击询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 得到了皇帝往边境增派了兵力 并且艾基也不想立刻回去的消息 他一时之间不敢相信 不断向亚伦追问 虽然依旧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他也不用再去跟皇帝多费口舌 为他制作药茶已经不够了 累积那不需要再为他花费时间和精力 毕竟他已经不会再奢求父亲的关怀 这一世的目标是打败盼子 然后让台雷登上皇位 最后他就默默离开首夫 自由自在幸福一辈子 就在幻想之际 毕生见过两位殿下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袖口花纹的图案 预示着他是皇帝身边的侍从 难道他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 可最后的答案让他痛心 因为皇帝不仅约见了他们帅气三人组 还有罪该万死的叛贼二人组 厚重的门也在这时打开 三人同时向皇帝行了个标准的见面礼 他的手掌倾台 却在姐弟两起身的瞬间迅速别过头 你们上课时间还挺长哈 文言姐弟两人问候了皇帝八百遍 侍女却在旁边直摇头 巧声说了几句后 同时长舒一口气 陛下人到了 雷吉娜小小的脑瓜大大的问号 陛下还叫了谁 沉重的门再次打开 他好奇的往后一看 脸色却突然阴沉下来 就连牙齿也在啰啰作响 赫尔曼斯贝格见过陛下 阿奈塔贝蒂斯见过陛下 盼在二人组怎么会在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老父亲亲咳两声 你们肯定想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都叫来吧 是啊陛下 我真的是太好奇了 危险的气息让皇帝不含而立 昨天宴会上发生了不光彩的事 你们都知道吧 雷吉娜脑筋旋转八百遍 要么说的是刺客 要么就是自己单方面毁昏 可您把我们叫到这里 和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帝国有向法律 如果皇族的性命受到威胁 需要加派护卫人员来保障安全 雷吉娜的脑壳子嗡嗡的 难不成他想 根据律法规定 皇族直系成员的护卫 由两大公爵家族的直系成员负责 雷吉娜的脸彻底黑了 凶手就是两大公爵家族中的一个 陛下竟然要将近身护卫 一直交给叛贼 他气得浑身发抖 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得到的却只有官方答复 我只是在依法办事 雷吉娜越想越气 前世泰勒就算故意寻衅滋事 皇帝也没给他安排什么近身护卫 怎么自己就简单的毁个婚 皇帝就突然整治出 既然泰勒不说话 那么就由他来说 我不同意 皇帝先是一愣 可雷吉娜 这件事不是你能决定的 虽然他现在还要哄着雷吉娜 但没办法 为了皇室和公爵府的关系 雷吉娜必须嫁给斯贝格小公爵 于是他用不容拒绝的口吻宣布 雷吉娜阿佩尔 这是命令 看来皇帝是没救了 一切只能靠自己 粉毛巫师已经跟随宫廷医生先行离开 剩下的只有逆贼赫尔曼 而现在要做的是撬开刺客的嘴 让他快点说出背后的嘴巴 可关键是幕后黑手就在眼前 但他同时也感到庆幸 毕竟泰勒的护卫是友军亚伦 至少他不会对弟弟造成伤害 雷吉娜让赫尔曼速速退下 自己有失对亚伦交代 可男人却来了一句树男从命 雷吉娜的脸刷得一下黑了 陛下让你保护 但没有说让你干涉我的私生 听清楚了就退下吧 男人没有再反复的意思 在确认人走后 雷吉娜连忙跑到亚伦面前 嘴唇悄悄贴近他的耳朵 千万不能让斯贝格小公爵和阿奈塔小姐靠近泰勒 说你不对 杰西大人那边你也要好好叮嘱一下 接着又看向软文可爱的弟弟 虽然他是别人眼里的魂球 但也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弟弟 就算没有妈妈的主播 他这次也一定会好好守护 挥手告别两人后 他就打算下监狱查探情况 可跟在身后的人又是几回事 你确定要站在我身后吗 您就算觉得别扭也请忍耐 手心不自觉钻紧 明明昨天才刚宣布毁婚 这家伙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还有皇帝陛下也是 总感觉没有把他的话放心上 我宣布和你毁婚 斯贝格公爵难道就没说什么吗 男人却冷冷一想 那只是您单方面决定的 雷吉娜停住脚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身后的男人越靠越近 我和殿下的婚约是皇室 和斯贝格家族定下的约定 我们根本就不能随意毁婚 雷吉娜讨厌敌人站在身后 尤其是这个巧识如黄的叛贼 他勉强遏制住揍人的冲动 转身对他试探了一回 既然你有一个既比我漂亮百倍的女朋友 为什么又要执意和我结婚 男人却仍旧不慌不忙 解释自己带阿奈塔 就像是自己的亲妹妹 没想到殿下竟然会在意这样的传闻 雷吉娜一脸得差 他可没有说那人就是阿奈塔 赫尔曼像是吃了饼一样 所以皇城里那些沸沸扬扬的传闻 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他让赫尔曼记住 这个婚他是非毁不可 但比起毁婚 现在更重要的是 敢在阿奈塔动手之前 撬开刺客的嘴 毕竟那种失去家人的痛苦 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阿奈塔盯着橱柜上的不误正正出神 小助理再次向他介绍了一遍自己 我叫福西迪兰查 是被派来给小姐打下手的 女孩面露微笑 那你能帮我忙吗 福西拍拍胸口保持没问题 可就当他靠近时 营绕紫色雾气的手指 却抵在他的眉心 福西迪兰查 这里有毕马迪的根筋吗 小助理立马表示有 但那是一击毒草 要经过同意才能拿 可女孩却抚上了他的脸颊 声音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口吻 福西现在就需要他 而在另一边 雷吉那一行人已经到了地下大狱 刺客鸣丽呼呼抬起头 但那副鼻青脸肿像河豚的样子 雷吉那相信这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看见突然飞出的两颗假牙 他忍不住发出感慨 你们这是对他用行了吗 一旁的侍卫坚定表示没有 克尔曼却冷嘲热讽的提醒 这家伙的脸不是殿下宁打的吗 就是用那个贼结实的辣口木椅子打的 雷吉那忍不住干咳两声 意思是让凡人精赶紧闭上嘴 接着又细细把河豚打拦一番 然而这副眼神迷离的样子 他上一时也亲眼见过 那些他所信任之人背叛的时候 也是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那个颠覆帝国的巫师不仅善于蛊惑人心 还能够随意控制别人的想法 害得他因此失去很多友军 但眼前之人已然被他们所抛弃 也就是说 再继续深挖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虽然不会解除咒语 但却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秘密 只要在忠咒的人面前提起初代皇帝 对方就会有很强烈的脑 于是他轻轻抬起河豚下巴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 你觉得 埃利亚斯帝国的初代皇帝 也就是先皇陛下被轮合阿佩尔怎样 怎料河豚突然变封狗 禁止就往雷吉纳有趣 还好左右护法及时制住封狗 虽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怀疑 明明两个家族都和初代皇帝都没有冤意 怎么一听到名字就封得不成样子 一旁的侍卫想让他放宽心 因为陛下说过要亲自找出幕后黑手 所以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线索 可雷吉纳却并不认为 毕竟他都亲自来试探了 一旁的幕后黑手都还能沉住气 还有他浑浊的痛苦 看起来是真的很讨厌 等等 浑浊的痛苦 据他所知 所有中了咒术的人 红恐看起来都会变得非常浑浊 如果不仔细观察 压根就发现不了 可分明第一次见面时候 他的眼里还是亮晶晶 怎么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 贴身护卫提出了问题 你觉得帝国的初代皇帝 贝伦赫阿佩尔怎么样 赫尔曼突然浑身一颤 但预想中的发疯并没有出现 他不仅不慢回答了雷吉纳的问题 我觉得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 瞧瞧这平静的样子 难道是他的第六感错了吗 想着回去以后再琢磨 可没想到彻底封的不是赫尔曼 而是已经被禁锢住的疯狗 雷吉纳吓得不知所措 可疯狗却已经挣脱了护粉树 还一个劲朝他洗来 恶棍公主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让囚犯彻底陷入疯狂 原本鼻青脸肿的人 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不仅挣脱了纯精打造的铁链 还伸出罪恶之手朝他洗来 一旁的骑士刚想要出手 却早就已经来不及 幸亏凭借着前世的战斗本能 雷吉纳才勉强挡住了这波攻击 同时也对凶手进行走击 原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那人却仿佛感受不到疼痛 表情也变得愈发猙瘾 仅是过了零点零硬 攻击就再次朝着雷吉纳醒来 就在此时 一阵血雾攀上了他的脸颊 雷吉纳满眼错了 而下一秒 血腥的荧幕就再也没有出现 因为一件黑色的披风 已经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他的眼睛 而雷吉纳看到的最后一面 竟是拿着剑的紫发身影 想再看清楚一点 可骑士却并不允许 还把他带离了是非之地 雷吉纳知道 这是把他看成了胶肉公主 担心他看到血腥的荧幕会害怕 可没有人知道 他们眼前这位胶弱的公主 见过比这还要恐怖的画面 经历过比这还巨大的痛 甚至还用渐渐对准过自己的脖子 前世亲人的一个个离去 早已让胶弱的公主得到千锤百炼 而刚才刺客的惨死 非但没有让他感到宝具 还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甘 明明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凶手却莫名解开了铁链 还被敌人赫尔曼一剑穿心 然而事情过去没多久 恶毒物事却莫名其妙求相见 侍女长一脸甘心不允许 殿下才刚受到惊吓 哪还有心情见外人 可雷吉娜却让她放心 既然仇人都主动送上门了 她又有什么可害怕的 让她进来吧 雷吉娜真的很想看看 她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样 小萝莉脸上红扑扑的 看着雷吉娜阴沉的脸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件东西 听说殿下受到了惊吓 所以特地拿来了安神药草 雷吉娜冷漠地表达谢意 又死死地叮嘟小萝莉 因为她知道 阿奈塔此次前来的目的 并不仅如此 果然 小萝莉突然变得扭捏 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她听说犯人死了 而她原本来到皇宫 就是为了做出 让犯人说真话的狠真气 雷吉娜心中暗自冷笑 看来她还是没挺住的 小萝莉茫然了好半生 又尴尬地低下头 所以你是来道别的吗 公主不善的态度 吓得小萝莉呆毛乍起 她觉得自己可能和殿下有些误会 见雷吉娜没放心上 又激励呱啦解释一大堆 她和公主的未婚夫 绝对不是那种关系 虽然外面都传得沸沸扬扬 但赫尔曼只是 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待 听着狡辩的话 雷吉娜差点气笑了 兄妹俩明显在把她当傻子 她真的不想再听了 我相信你们是亲兄妹还不行吗 真的是烦死了 不过时机刚刚好 因为就在刚才 阿奈塔又充当起了最美女娘 想劝她不要回婚 可恶棍公主哪里听得进去 停介着精湛的演技 在粉毛面前扮起了花痴 展示着对美男滔滔不绝的爱意 阿奈塔表情越猙獰 她就演得越开心 最后还不忘记炫耀一下 这样的爱恋 你还没体验过吧 小萝莉瞳孔瞬间一颤 雷吉娜却对此表示很满意 轻轻贴上小萝莉的额头 总有一天 你也会遇到属于你的爱情 看着公主一味深长的笑 阿奈塔离开了房间 表情也瞬间变得阴沉 那个男人的后代 有什么资格在她面前提起来 阿奈塔越想越愤怒 脑海中也回忆起了 从前的银幕幕 她本该亲手杀了那个男人 可神竟然对男人伸出了援手 一腔怨恨无处发泄的她 最后只能选择 向男人的后代复仇 好不容易制作出了土真剂 这种毒药能够让人再临死前 留下制药者想要听到的一言 原本想要好好利用一番 可刺客却已经先死一步 所以这些毒药也就失去了用处 突然想起恋爱脑公主 她拳头又不自觉地钻紧 总有一天 她一定要让雷吉娜付出代价 可下一秒 心脏却传来了阵阵刺痛 而且疼痛的强度 竟要比以往还要强烈 难道是和暗示被化解有关吗 可即便再痛 即便要付出再大的代价 她都要把黄公脚的翻天覆地 毕竟只有这样 她才能获得最大的快感 因为斯贝格小公爵的过失 凶手失血过多而死 原本能从活人口中找出的线索 现在却只能无厘头地翻找文件 气得山嘎拉小队长想辞职 屁颠屁颠跑到皇帝面前 将所有错误揽在身上 怎料皇帝预判了他的预判 不仅辞职计划没得逞 还要他彻查刺客怎么跑到宴会上 小队长都傻眼了 小队员却拍了拍肩膀 说要带他去戒酒消愁 可即便这样 也扫平不了他心中的怒力 想要再进去理论一番 可人家哪有时间管理 因为在前不久 雷吉娜殿下宣布了回婚消息 那叫一个炸裂 听说是斯贝格小公爵有别人 这是得有多恨 才能在人山人海的宴会上宣布 山嘎拉小队都为此打到生气 甚至想立马冲到斯贝格公爵府 狠狠抱锤小公爵一走 而此时的当事人 却在激动地询问侍女 自己有没有变得臭名远扬 毕竟都已经弄出了惊天大话 就算没有传得沸沸扬扬 应该也会得到部分人的唾弃吧 可她等了许久 雷娜都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于是用清澈的眼睛盯着她 看着身后的侍女长 羽娜下定了某种决心 表示殿下在外没有任何风言风语 她深深叹出一口气 做人还是不能太贪心 要想谣言满天飞 她只能再加一把劲 随后看向紧闭的大门 而门外站着的 正是皇帝给她安排的贴身部位 看到站得笔直的紫发身影 她只觉得晦气极了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走她 而如今对巫师的调查 更是没有任何进展 雷吉娜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如果她现在跑到斯贝格公爵府 然后拿着凳子摔来摔去 想必这样 斯贝格公爵府的人 就会迫不及待同一回婚吧 塞马文言直摇头 如果殿下执意这样 她宁愿咬舌自尽 雷吉娜这才意识到 她的侍女姐姐是真的生气了 然而就在这时 皇帝突然派人前来 赫尔曼也顺势来到了她身后 则知是到了用餐时间 三人便一起前往餐厅 可当看清在座的每一个人后 雷吉娜彻底傻眼了 因为来人不只有讨人厌的未婚夫 还有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粉毛巫师 这一看就不是正常的家常饭 就连魂球弟弟都看不下去 丢掉餐具表示抗议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不然我怕吃着会突然噎死 一旁的姐姐感动得不要不要了 她的弟弟也太可爱了吧 老父亲还想强调一下餐桌里 却又被弟弟一句话 应声声噎了回去 所有人也都同时放下餐具 聆听着皇帝将要宣布的大事 皇帝也没有再选择引来 而是严肃地告诉众人 关于刺客的调查就先到此为止 但在以后依然要加倍小心 雷吉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如今犯人死了 线索也就彻底断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失望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幕后黑手其实就在眼前 对于皇帝的好心提醒 暴躁弟弟忍不住土草 就这点小事非要搞得那么麻烦 气得皇帝生吞一口大肉 父子俩争吵的场景 被魂球姐姐经经收眼底 看来这就是陛下的报应了 接着又和蔼地看向泰勒 看来弟弟没白疼 泰勒却被吓个半死 小脸上也写满了认真 直到姐姐转过头去 他才长出一口气 雷吉娜此时也十分开心 因为赫尔曼和亚伦 已经不需要充当 他和泰勒的贴身户 这么说 阿奈塔小姐也要离开皇城了吧 听到此话 阿奈塔缓缓举起手掌 对于这件事 他有话要说 皇帝点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他表示自己想继续留在皇城 跟着戴拉人一声学习之时 雷吉娜不禁感到可笑 皇帝不了解他的真面目 看着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肯定会同意他的请求 不过这招对雷吉娜来说完全免质 你确定戴拉人不是在挽居你吗 如果他愿意收你为徒 早就亲自来找陛下申请了 粉毛瞬间愣在原地 而皇帝也认同了女儿的说法 他气得咬紧了牙 他却松了一口气 这是他的家 他可不想把逆贼和巫师放进来 接着又无视了粉毛的抗议 问出皇帝真正想要宣布的大事 可答案让他失望透顶 因为皇帝不仅不同意他的毁婚申请 还要他每周都和逆贼见三次 别以为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 可当听到皇帝说要他和赫尔曼多多相处时 却还是抑制不住的颤抖 父亲眼里全是金钱利益 丝毫没把十多年来的亲情放在眼里 他早就说过了要毁婚 更何况这对兄妹的关系 根本就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他不是因为谣言才想毁婚 而是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订婚 他以前之所以会默默忍耐 都是认为只要乖乖听话 父亲就会像从前一样爱他 可现实却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变了 他不愿意再嫁给赫尔曼 可皇帝却一再强调 一定要和斯贝格家族联姻 雷吉娜只觉失望透顶 如果必须要联姻 您亲自上阵不就行了吗 让斯贝格公爵收养一个年纪大一点的 然后再让他当上皇后 这样一切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看着亏欠多年的女儿 皇帝惭愧地低下头 可嘴里却还是不容拒绝的命 这一刻雷吉娜的心终于凉透了 他颤颤微微站起身 看着这个自私自利的父亲 他的语气也变得欲发凝望 您完全无视了我的请求 却还妄想让我听话 这也太可笑了 这个有父亲在的地方 他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 随即叫住弟弟和亚伦 坚定地向两人伸出手 跟我走吧 看着这个美丽又勇敢的姐姐 弟弟感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随即握住那只强而有力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直到远离了餐厅后 雷吉娜才语重心肠告诫弟弟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只的是婚姻 突然心里闪过一丝心疼 随即又不自觉握紧了 那只白皙的手 似乎要传递某种力量 他坚定地告诉姐姐 放心吧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 听到此话 雷吉娜才识然地笑了笑 姐弟俩惺惺相惜的画面 同时也落入了亚伦眼中 而她的心灵 也莫名荡起了一丝淋漪 自从打开天窗说亮话后 雷吉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坦 努力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不是埋头处理宫中食物 就是和泰勒一起上建树课 而唯一感到不足的 就是每次都抱着一大树花 站在门外来找她的赫尔曼 还有派来一大堆人 吉里呱拉说要补偿她的皇帝 虽然很烦 但她也只能暂时忍着 因为她步的大局 已经只差最后一步了 她疯狂倒贴的行动 却让疼爱她的侍女长打到很生气 宁可是公主A 就算再喜欢一个人 也不能能够这样嘛 然而她的可爱模样 却引得身后约翰笑嘻嘻 赛马一顿怒势很生气 约翰只好拾去闭上嘴 赛马还想好言相劝 可雷吉娜却不给这个机会 要是她不向亚伦疯狂示爱 说不定第二天就要嫁到四倍格公爵府 她还想多活两年呢 怎么能这么快就羊入虎口 况且只要一想到 亚伦也反过来向自己表白示爱 她就激动得不行 以前面对这张逆天的脸 雷吉娜都是完全不敢看 直到现在 她才终于勇敢了一点点 况且她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皇位 而是只想把一切都解决后 美滋滋地过上养老生活 她现在只想当个混球 被所有人遗弃的混球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不会被众人恭维 才不会被逼着去和弟弟争夺皇位 而现在正是好戏开场的时候 一纸情书的祭出 会成为计划中关键的一关 但由于她拒绝了赫尔曼99次 皇帝绝不会放他去见亚伦 所以情急之下 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而这也是混球弟弟第一次派上用场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 连只狗洞不能随意乱叫 可泰勒却总是臭话脸天 所以结果很明显 泰勒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 才溜出皇宫学会了这些东西 而在前世泰勒变成冤大头后 也恰好被雷吉娜发现 她悄悄通过狗洞转移皇室财产 当时的雷吉娜只觉得肺都要气炸了 而如今钻狗洞的对象换了个人 所以气炸的人也从雷吉娜变成了赛马 无视她的抓狂 雷吉娜转头看向了于娜 吩咐她把信带给亚伦 接着又吩咐约翰 让她赶紧把泰勒带来 雷吉娜的心情好极了 她的出逃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比自己矮半截的人 她是连半句话也不会说 雷吉娜满脸无奈 提醒亚伦不用傻站着 只需要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可以 随即她又旋转180度 提起裙摆自信极了 我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 你觉得看起来怎么样 怎料亚伦依旧沉默不语 大的她脚趾扣顶 虽然听说亚伦不喜欢女人 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竟然连寻常的恋爱经验都没有 这时男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轻轻地接过女孩手中的太阳伞 我来为您撑伞吧 她认真的打开伞 雷吉娜就直勾勾地看着她 这一刻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她难得地露出真心的笑 真的谢谢你 为了报答这份好意 她提出要请男人吃饭 手也顺势挽上她的胳膊 这一幕看似温馨 实则却是玩火游戏中的一环 就算是感到不舒服 你也要忍耐一下 因为只有这样 谣言才会四起 紫色的眼睛是皇室的象征 只要被人看到 就会立刻知晓她的身份 而单方面向未婚夫宣布毁婚的功能 却和另外的美男约会 这很难不让人不想联天 这样一来 不光皇帝很难做事不管 斯贝格的自尊心也会受到一万点打击 而她的目的 正是要让这些人气急败还 她来到餐厅 热情地把食物喂到亚伦嘴里 又在满是人的大街上 亲密地搂着亚伦的手 只是开心过了头 不小心踩到石头扭到脚 但是没关系 反正会有人为她仔细检查 吃瓜狗仔跟了一天 看着消失在尽头的马车 竟然有种把闺女嫁出去的成就感 而雷吉娜没有把两人带在身边的原因 一是她的小侍女最近越来越啰嗦 都快赶上了她的侍女头子 二是如果把约翰带来 她害怕以后会被赛马嫌弃 并且接下来的游戏 她暂时还不能让约翰知道 一想到待会要惹出大火 她竟突然有点害怕会影响亚伦的名誉 注意到一直被盯着 她还以为是脸上有什么东西 雷吉娜连连摆手 又随便编出了一个借口 那都是因为你太好看了 亚伦表示这件事她也没有办法 毕竟好看是天生的 雷吉娜虽然很无语 但转念一想也就能想通了 毕竟她确实有这个实力 很快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这座废弃已久的城池 是先帝为女儿所打造的 用于静心养病的好地方 而雷吉娜想要做的 就是点燃火花 把这里烧成一片灰烬 只因一有人靠近这里 就会无缘无故失踪 并且在这附近的村子 都爆发过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而雷吉娜要烧掉的原因 却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前世泰勒十四岁那年 向皇帝申请来到卡尼安城休养 可在这不久之后 她竟一把火烧了整座城 当时她却只觉得痛苦万分 但是到如今 她决定先下手为强 必须赶在地底之前搞出大动作 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个被爱情冲昏头的混球 荒唐的举动 实际上却都经历过经历的计算 事实也正如她想的这样 就算点燃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但由于这座城队湖水不要着 不仅不会对周围的村子造成伤害 还能顺了雷吉娜的意 把自己的名声搞得臭名远扬 亚伦蹲下身 帮着雷吉娜一起帮补药 怎料雷吉娜却让她转过身去 虽然很不解 但她还是乖乖照做了 再次转过身 却发现雷吉娜已经换好了变装 神奇的一幕 但她看了还想看 雷吉娜提醒她 该把这些搬下去吧 受到了指令 亚伦也毫不犹豫地马上动身 雷吉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果然比她的老父亲靠不过了 两人把火药搬来城堡地下 看着幽深的阶梯 亚伦不禁感到警惕 殿下 您最近自己来过这里吗 她指着楼梯深处 那里有密密麻麻的脚印 并且这些痕迹留下的时间并不长 到底是谁好奇心这么大 竟然连皇家城堡都敢溜进来 想到这里 她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前世这里爆发出的传染病 直到最后都没能找出真正原因 直到现在 她才终于感到肯 那场诡异的传染病 会不会使人为故意散播 她觉得是自己太多疑 但一桩桩怪事摆在眼前 却证明她的猜想是对的 听到要下去确认 亚伦立马表示要在前面待悟 您只要跟在我身后就可以 就算是有危险 她也不能把女士置身于其中 她让雷吉娜无好耳朵 便一脚踹开了地下大门 看经里面的场景 雷吉娜愈发感到不安 这些奇怪的道具 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 亚伦打亮着地上的不明液体 仔细确认过一番后 竟发现是野兽的血烟 而如此血腥的一幕 对于九居皇宫里的公主来说 看到了应该会被吓一跳才对 可雷吉娜却表现得异常的平静 就像早就经历过了一样 这时雷吉娜也有了新的发现 这下面好像有间密室 亚伦拿出上方宝剑 使出吃奶的力气撬开地板 却惊奇地发现 竟传来了爆鸣声 想起先前见到的野兽之血 猜测下面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两人顺着声音来到地底 果然就发现了这一幕